自己是曾经有试过 就是海鲜吃到饱 有一次我跟我老婆跟我儿子 我们去苏澳玩 然后对那天中午就吃海鲜 然后呢晚上又吃海鲜 我就想说今天晚上要早一点 让儿子入睡 我就还跟我老婆开玩笑说 老婆今天晚上你惨了 结果到晚上我老婆真的很惨 真的很惨 因为我痛风发作 天啊 我没办法走路 我老婆很惨 搀扶着我这样一拐一拐 老婆一直瞪我一直瞪我 一直说惨了 对我现在真的很惨 我想知道那天如果我痛风没有发作 那是不是对 完美了 应该就有效了吧 对应该就完美了吧 有没有效不敢说啦 但表现肯定是会比现在好嘛 对不对 那最常见民众一般民众 最有办法取得的还是海鲜吃到饱 对啊 对但是海鲜 以这个生蒙海鲜 也就是所谓的牡蛎啊 生蚝啊这些东西 里面新的含量的确是很高的 但是相对它的胆固醇跟尿酸的含量 也是会比较高 它会诱发你尿酸含量过高 当天晚上痛风发作 是非常合理的问题 所以有痛风的人 我们通常是建议还是 这个带壳海鲜类 不要吃太多免得痛风发作